大家好,欢迎回到今次Camelon Live频道 最近需要测评的东西有点多 比如说GoPro 10,iPhone 13 还有洋葱工厂的一系列新品等等 如果你对这些产品和测评都有兴趣的话 就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监视器 是来自Fotica这个品牌的 之前我做过一些监视器的测评 因为本身我自己拍摄也会用到监视器 但是之前的一款被我摔坏了 所以我才换了这个Fotica这个监视器来用 如果你也在考虑购入一款1000元左右的监视器设备 那么这款Fotica C50也许是你可以考虑的 正式测评之前 麻烦你还是把千道两个字打在屏幕上 我们现在开始 那么我手上的这台就是这个Fotica C50 那外观颜值没得说 很好看 对于一款监视器来说 你认为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我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的亮度 因为由于相机的屏幕很小 亮度也不够 所以有时候会对拍摄造成一些麻烦 你应该也有感觉到 比如说你在相机屏幕上拍摄一段内容的时候 貌似是感觉是对焦成功的 但是导入电脑剪辑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并没有对焦准确 很多情况下回去补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本人在用监视器之前 我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对于Fotica C50呢 它的亮度能够达到2000尼特 不知道大家对于尼特这个有没有概念 这样说吧 一款旗舰手机的屏幕是800尼特 那么我们基本上在户外正中午的时候 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手机屏幕 那么2000尼特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你是在正午拍摄 那相机自带的那一小块屏幕显然是不够用的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块比较亮度比较高的监视器来辅助你的拍摄 在外观上除了背后的大logo和散热孔的超有型的搭配之外 很贴心它在左两侧也加入了足够多的裸口来满足你搭载其他设备上的一个要求 另外除了这点之外Fotica C50也可以加载3D LUT 在你拍摄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看到最后比如说你调色的时候加入LUT之后的一个颜色情况了 那么对于其他的比如说构图啊曝光啊直方图啊 还有尾色峰值对焦等等都一应俱全 对于这款监视器来说 如果你是入门级的玩家 我认为是值得你去考虑的 那么下一期节目我会带来关于最新上市的GoPro10的一个测评 那记得观看 我是Gin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欢迎你一键三连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